這都不快 怎麼都沒精力了 就沒突然大 斑駁的天花板裂開一個大洞 天花板直接往下掉 掛在半空中搖搖欲墜 進到廚房 櫥櫃被白蚁鑄到變形脫落 裡面甚至還有白蚁竹槽 木地板也是被鑄到破洞 牆壁一整片臂癌 斑駁不堪 小偷進來好多次了 小偷喔 就被小偷就從這邊打破 對 透露小偷闖進來好幾次了 接著走上樓 地板的磁磚幾乎一整片隆起 防水層破裂 還有漏水的跡象 這就是前立法院長尤錫坤 在宜蘭羅東的農舍 尤錫坤今年2月初 辭去立委職務 三天後在宜蘭的縣政中心附近 找到一處國宅租屋住 在一個月內就火速搬離關底 卻引發民眾質疑 為什麼有農舍不住要租房子 面對質疑 尤錫坤決定公開農舍的現況 讓大家看看 從1986年蓋的房子 超過20年沒住人 現在長怎樣 要整理這一間沒有那麼容易吧 他們就講要600萬 包括管線 那個窗戶都要重新 變化板 像這個 這個都要 地板 幾乎整棟房子要全部重新整修 算一算 還是租房子比較划算 而面對民眾的質疑 尤錫坤這樣回應 笑一笑就好了 因為言論自由 他們要怎麼講 他們事實不是這樣 強調外界的傳聞不是事實 至於之後要怎麼處理這棟農舍 有錫坤透露 有考慮出售或出租 並將錢留給還在還房貸的兩個兒子 幫忙減輕孩子們的金錢壓力 TVBS新聞簡大成成家同一一欺欄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